晚清时期,革命党提出了驱除达鲁,恢复中华的理念,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陷害革命后,满清政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为了避免受到其余全国各族人民的仇视,满族人民纷纷将姓氏改为汉姓,并流散到了全国各地。 到今天,满族人民早已经完美地融入了新中国,各民族和谐共处,共谋发展,那么,满族人的姓都是怎么改的呢?大家好,欢迎订阅艾史说。 事实上,满清八旗子弟改汉姓的趋势,并不是从清政府灭亡才开始的。 早在乾隆年间,不少满族百姓就开始尝试将姓氏改为汉姓,但由于缺乏经验,改出来的汉姓往往闻所未闻,非常不规范, 因此,乾隆皇帝还曾下旨,要求八旗子弟停止这种不规范的改姓。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满族百姓分为八旗,但却并不代表每一旗就只有一个姓氏。 根据统计,八旗子弟出现过的姓氏,共计有九百多个,而除开皇族姓氏爱新觉罗外,清朝还有八个非常显赫的姓氏,被俗称为满洲八大姓。 这些姓氏分别是童家氏、瓜尔家氏、马家氏、纽呼噜氏、纳拉氏、复查氏、赫舍里氏、索绰罗氏。 那么,这些姓氏改为汉姓后,都变成了什么呢? 需要说明的是,满族人改汉姓都不是随意乱改,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实际上是用了取谐音和取异议两大原则。 首先,作为皇族姓氏的爱新觉罗,由于爱新在满语中是黄金的意思,因此多数人将汉姓改为了金姓,这是取异议原则的体现,像清朝阁阁,女汉奸穿导方子,就是以金碧辉的名字活动的。 童家氏的童家本来是地名,后来成为姓氏,民国之后,多数人取谐音改为了童童两姓,瓜尔加氏人口众多,根据地区不同,又有安徒瓜尔加氏苏丸瓜尔加氏等众多分支。 实际上,最开始满语中的瓜尔加被汉译为围绕菜原子的水沟和捣乱的意思,但瓜尔加氏族人不喜欢这种汉译,后来便逐渐从满族的各种文献中删掉了。 瓜尔加氏族人改姓取谐音,将备受崇敬的人物关羽的官姓作为了姓氏,像现代著名影星关之林,就是瓜尔加氏,马加氏同样是以地为姓。 后来改作了马马等姓,纽呼噜氏中的纽呼噜与满羽中的狼相近,从清朝中期开始,便有不少人改姓为了狼,也有一部分人改姓为纽,纳拉氏也是满洲一个大族,在明末时就已经有了耶和纳拉,哈达纳拉,乌拉纳拉, 挥发纳拉四大之戏,清朝时期,纳拉氏出现了众多皇帝后妃,后多改名为了纳南等姓。 现代著名歌手纳英便是代表人物,复查氏作为女真时期最古老的姓氏之一,现在多改姓为复复复等姓,这也是当今满族中,除官姓之外最多的姓氏。 赫社里是多数人改姓曲谐音,现在多为李赫和摄四种姓氏,索绰罗氏县多姓索曹石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实姓的来源,竟然是大学士英和的高祖兜徒,因为在管理国库的时候一丝不苟,被康熙帝次实姓,后来他的后裔便都以实为姓了。 当然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作为当今中国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满族人将姓氏改为汉姓,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统向天下颁布退位诏书后宣布退位,自此享国276年的大清王朝正式宣告终结,而随着清朝的灭亡,民国的成立,曾经依靠清朝赖以生存的八旗贵族们为了不在清朝灭亡后成为那些革命党人的报复对象,开始纷纷地将自己曾经的满姓改为汉姓。 借此来逃脱仇人亦或革命党人的清算,那么你们都知道,他们最后都将自己的满姓改成了什么汉姓了吗? 这里就有小编来为大家一一揭晓吧,爱新觉罗氏是清朝的皇室姓氏,在清朝灭亡后,这个姓氏大多都改为金姓,爱新在满族语中的就是金的意思,比如溥仪的弟弟,溥仁就改明金有之,溥仪的三魅运影就改明金蕊秀,溥仪的七魅运欢就改明金之间, 当然在当时绝大数的皇族就改姓金,但也有少数改成了其他的姓,包括溥、玉、廖、赵、罗等,比如溥仪的六魅运渝就改明为溥运渝,溥佐的儿子玉振锋等,而这些姓大多都是直接用前清皇帝所定的辈分来的,比如溥、玉就是当年道光帝所定的溥、玉、恒,起这个四个辈分来的。 不过近些年随着国家越来越开放,百姓对于清朝似乎早已淡忘,所以越来越多的原来的爱新觉罗氏的后裔都纷纷将自己的汉姓改回了满姓。 童家世是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的家族,发迹清初一等公同养真时期,至康熙年间达到鼎盛,其家族也被从汉军正兰旗,台为满洲相皇旗。 清朝灭亡后,童家世用音译改为童,童和童三姓,其现在的后人大多集中在石城乡的童家窝棚,以阳乡的童家宝,大蛙乡的童家村等地。 瓜尔加世是满族八大姓之一,他有苏王瓜尔加世,安图瓜尔加世,叶赫瓜尔加世,乌拉瓜尔加世等分支,可以说他是清朝最为兴旺的八旗家族。 清朝康熙年间顾命大臣敖拜,咸丰年间军机大臣桂梁,光绪年间文华殿大学士荣禄,以及宣统皇帝生母瓜尔加又兰等都是瓜尔加世族人。 清王后,瓜尔加世绝大部分都改为官室,比如,我党早期军事领导人官向英,香港义人官之林等都是瓜尔加世的后人,而他们之所以会取官姓,据说他之所以会改姓为官,是因其族人大多崇尚三国时期易博云天的官宇,于是就索姓,最后就都改了官,但至于到底是真是假不得而知。 当然还有一部分瓜尔加世的后人改了苏、叶、长、白、果、锅、狐、李、高、汪、喜、猴、周等性,比如香港义人周海妹就也是瓜尔加世的后人,满族马加世原是女真族人,后因战乱归顺了后金,并化入了湘黄旗、郑红旗和郑黄旗中,之后并成为了满洲族的一员,且入官之后,马加世的大部分族人都是汉人满话而来,比如顺治时期大学士土海, 康熙时期康熙非子荣非,道光时期礼部尚书生吟,光绪年间驻葬大臣邵贤及内务府总管邵英等都是马加世族人,清灭亡后马加世大多改姓为马和马等一亿的汉姓,比如台湾艺人马景涛就是马加世的后人,索绰罗氏的始祖是皇太子追风的新祖执皇帝福满的第三子所成啊,所以这族人都是清朝的红代子。 也就是绝罗,其族名索绰罗氏因族人士具挥发和流域而得名,比如道光时期大学士英和,咸丰年间礼部尚书奎照,光绪年间静烟大臣景兴等都是索绰罗氏族人,当然据说环珠阁阁中的五阿哥永齐的侧附近之话也是索绰罗氏族人,清王后索绰罗氏大多改汉姓为时,其姓是来源于当年大学士英和的高祖兜徒, 当年兜徒因管理康熙的国库有功,并在康熙二年被康熙赐名为时,寓以他的一丝不苟,于是在改姓的时候,英和一族就都改为时姓。 当然还有一部分索绰罗氏,改姓为索和曹,赫摄里氏是清朝除皇族之外最有权士的家族之一,康熙最爱的孝成人皇后就是赫摄里氏, 同时,清出权臣索尼和索额图也都是这族人,纵观清朝两百余年,赫摄里氏先后有人担任两江总督,广州将军,公部尚书,礼部尚书,义政大臣,体人格大学士等等显赫的官职,其爵位更是世袭不断,清王后赫摄里氏大多直接将姓氏简化为赫姓和赫姓,比如中国海洋物理学奠基人赫崇本等,当然赫摄里氏的有一部分改成了阴姓。 这一部分人都是当时赫摄里氏英脸之的后人,比如著名主持人英达,复查氏原属明朝建州右卫,后因反叛大明几乎被诛杀殆尽,但好在忘记努役之,最后因投靠努尔哈赤,复查氏才得以持续存在,之后更是在康熙之后成为清朝权贵家族,并在乾隆一招达到鼎盛,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清朝复查氏人物都属于这一脉。 比如,乾隆帝原配孝贤淳皇后,乾隆宝和殿大学士傅衡,乾隆五英殿大学士福康安,正皇旗满洲副都统福长安等,清朝灭亡后,复查氏大多将自己姓氏简化为复,复和复等姓氏,比如著名动物学家傅同生,著名作曲家傅更臣等,就是复查氏后人。 纳拉氏原是海西女贞的王族,后海西女贞被努尔哈赤灭亡后,并归顺了后金,之后并分裂成叶赫纳拉,哈达纳拉,乌拉纳拉,挥发纳拉四大之戏,比如康熙众臣纳兰明珠,雍正皇后孝敬献皇后,乾隆皇后纯帝纪皇后等,都是纳拉氏族人。 当然,这其中最著名的我想,莫过于慈禧太后,她是纳拉氏分支叶和纳拉族,清灭王后纳拉氏大多改姓为纳霍南,比如著名女歌手纳英,中国吴子齐之父纳威等,当然纳拉氏也有一部分改为慧,张、叶、礼、吴等姓,比如香港著名演员慧英红,著名演员吴京等,纽葫芦氏是清朝大姓,是清朝最古老的姓氏,这个家族出过六位皇后,包括康熙校召人皇后, 庸正孝盛宪皇后,嘉庆孝和瑞皇后,道光孝慕成皇后和孝泉成皇后等,而这六位皇后最出名的就是同志时期的慈安太后。 当然这个家族还出了无人不知的一个大人物,那就是乾隆时期的大贪官和珅,清王后纳户陆氏大多改姓为狼和纳,现在人认为他们之所以会改成狼,是因为纳古陆氏在满族的词源中与狼有关,所以娶一一狼, 比如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纽彪,台湾著名演员纽成泽等,就是纽葫芦氏后人,伊尔根绝罗氏的先祖,就是顺治帝当年最宠爱的妃子董厄妃的弟弟费杨古,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当年宋徽宗和宋亲宗的后人,不过这种说法应该是不可信的。 伊尔根绝罗氏族的名人有康熙时期两江总督富拉塔,乾隆时期五英殿大学士阿尔泰,嘉靖时期军机大臣隆文等,清王后伊尔根绝罗氏大多改姓为赵,可以说正是因他改为赵才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家族是宋徽宗,亦或宋亲宗的后人,但是到底是不是就不得而知了,除了赵, 这个家族还改姓童,顾,依,萨,公,赵,曹,包,哲,习,常等姓,比如近现代美学家常书洪就是伊尔根绝罗氏后人,这里由于篇幅所限,奥古君并不能将其全部列出,满族还有其他很多的姓都改为了汉姓,如皇家是改姓皇,完颜是改姓王,都善是改姓杜,达尔冲阿是改姓代等等,当然这里都不能一一介绍,不过如果你知道,有其他的满族姓, 改姓改姓的都可在评论区评论哦